四強出爐 2018世界大學棒球錦標賽 結束四天預賽賽程 由日本隊、中華隊、美國隊及韓國隊 搶下晉級四強門票 B組日本隊及美國隊昨日交手 日本靠著兩任投手高田校一 和姬村俊平的聯手好投 成功壓制美國隊打線 以5比1擊敗美國登上 B組龍頭寶座 A組中華隊拿下預賽全勝 成績獨走 暫居A組第一 韓國隊則贏在7月6號 對上中華隊 捷克一戰贏得關鍵勝利 即下捷克成功闖入四強 這些選手他們 就是要打出他們自己的價值 因為我們一樣是權力一服 再來我們的目標就是 要設定在後面 後面還有更好的對手 所以我們去挑戰他 明日8支隊伍都將休兵一天 7月11號開始 繼續進行第二階段賽程 全程賽事兼免費入場 歡迎球迷朋友到嘉義棒球場 和中華隊一起捍衛竹場 SSU特派員黃韻佳 崔元如採訪報導